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还有38名的代决死囚 那么为什么在这么多的代决死囚当中 李鸿基他会成为蔡政府第一个枪决的死刑犯呢 他到底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滔天大罪 以至于法官认定他无法被教化呢 李鸿基的辩护律师说 在他的眼中 李鸿基他只是一个怀抱美满家庭的梦想 但是却被现实击倒的爸爸 不过事实上早在案发当天 当李鸿基在他女儿手上绑上了红线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桩令人遗憾难过的悲剧 但其实他是有机会被避免的 2014年4月16号上午7点多 而在大辽区的幼儿园如往常班 家长带着孩子到校要开始新的一天 我们大辽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乡村的地方 但是这个幼儿园也是蛮大的一个幼儿园 有很多家长带小孩过来 刚好是上线时间 画面中这个妈妈带着两个女儿 刚到了幼儿园门口 带着帽子的老师一看到孩子来了 立刻上前寒暄 准备带孩子进校 这个场景再寻常不过了 妈妈呢 她带着两个小女儿 有一个六岁 一个四岁 突然间一辆白色轿车开了过来 正当所有人都还看着 是哪来的白色轿车时 车内冲下的一名男子 幼儿园门口瞬间陷入混乱 犯血一开始冲下车 并没有说什么 就直接揍手 要把小孩子给带走 抢走 这名穿着深色上衣的男子 二话不说 一把抱住了刚走进校园的两个小女童 这个举动吓坏了所有人 那当中呢 妈妈就跟她有发生拉扯 妈妈的妹妹也负责小孩子 要赶快把她带进去 但是双方就在那边拉扯 过程中四岁小女童挣脱了 但六岁的姐姐仍被男子抱住 男子拿出尖刀挥舞 要在场的人都别靠近 但是老师仍试图 拽住孩子的书包 这个时候 真名穿着浅色上衣的女子 她是女孩的妈妈 她不顾男子手上有刀 冲上前跟男子拉扯 她得要保护女儿 过程中男子跌倒了 六岁的女童也挣脱了 她奋力地想逃回学校 但是仍被男子抓上车 被强压上车带走了 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幼儿园前惊悚的 掳人场景吓坏了所有人 正当所有人都还在惊吓当中 回过神一看 小女童的妈妈已经倒握血破 因为她为了救孩子 身上被砍刺了好几刀 刺了六刀 全部都是用刺的 不是用灰砍 尽管紧急送医 但没能把人救回来 被害人身上的刀伤 刀刀都往要害 上胸腋下看得出来 凶手手起刀落都带着恨 每一个刀口刺的深度都蛮深的 伤口都是蛮大的 宽度都最起码有超过 五公分以上 如果是冲突的话 大部分都用灰砍 但是它是用紫刺 如果灰砍的话 大部分就是要 我要保护我自己 不要让人家靠近我 那用紫刺的话 我就是要轻易的心 死者名叫阿欣 三十二岁 被弩走的小女童是六岁的小宇 是阿欣的大女儿 她还有一个小女儿年仅四岁 案发当下幸好幼儿园的老师 还有阿欣的妹妹 及时护住了她才逃归结 一查下去 发现承受的男子名叫李鸿基 三十七岁 是阿欣的前夫 阿欣的家人说 因为李鸿基有家暴行为 于是阿欣申请了保护令 并且诉请离婚 没想到李鸿基竟然性生怨对 因为不满孩子的监护权 判给了前妻 李鸿基光天化日下 砍杀前妻掳走了小孩 现在最重要的是得赶快找到人 要确保孩子的安全无虞 那时候他在现场的时候 就仰言要带女儿一起去 这是所有人最担心的事 因为在此之前 李鸿基就曾经强行带走 两个孩子扬言许暖 这一次就怕他有动了相同的念头 警方现在得跟时间赛跑 跟死神抢时间 要在李鸿基做出傻事前拦阻他 由李鸿基开走了前妻阿新的黑色轿车 专家小组立刻调阅了周遭的监视器 要查出他往哪里走 我们有一直通报出去 然后回报的资料就是说 他所开的车子 最后是发现在开前路上面 然后不知道用什么交通工具离开 黑色轿车被弃置在路边的停车阁 那李鸿基人呢 若是要带着一个六岁女童离开 还是得要有交通工具 警方立刻清查了李鸿基 跟他家人名下的所有车辆找到了 李鸿基他妹妹 名下有一台车子 有时常从桃园那边南下到高雄 所以我们就追这一台车 追到这台车果然就在当天他有下来 专案小组锁定了李鸿基换的这台车 是他妹妹名下的一台白色休旅车 警方立刻通报全国线上 警网全力搜找 这部车 连着国道10号转国道3号 那我们从这个沿线 我们可以了解说他是往北 国道还有我们沿线的警察鞋都有通报 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回报说车子有搞到 都有情形 李鸿基的车型资料显示 他从国道1号转88快速道路后 再接国道3号一路北上 并且曾经在三亿下的交流道短暂停留 接着再往头份交流道走接台三线 这一路向北的陶一路线 李鸿基你到底要去哪儿 当然就大家都很紧张 到底有小孩会把他带到哪里去这样 李鸿基的老家在桃园中立 他有可能把孩子带回桃园吗 然后我们有联络李鸿基的家属 他爸爸跟他妹妹都下来协助 然后他说电话都一直打不通 也没有接 原本打算用亲情看看能否软化李鸿基 让他把孩子带回来 没想到李鸿基像是吃了衬托铁的心 不接任何电话 这一下该怎么办 李鸿基他断绝的时候对外联络 他一路从高雄往北开 他要把六岁的大女儿带到哪里去呢 警方急着找人 因为担心李鸿基他会不会做出傻事情 包括了全台各地的巡逻警网 也都收到了消息 他们要特别注意在辖区里头 有没有出现这一辆可疑的车辆 而就在案发隔天的凌晨一点多 在新竹间时传来了消息 有一辆白色的休旅车 横躺在人烟喊致的线道上 这车子里头有人 是一个大人还有一个小孩 难道这就是新闻报道的那对妇女吗 消防队赶到现场破装之后 闻到了浓浓的烧炭味 大人和小孩都已经陷入了昏迷 而两个人的手腕还用一条红线绑在一块 车上还找到了一个黄色的小纸人 上头写了厉鬼索命 不得好死 这难道是李鸿基要用来报复 前妻的最后手段的吗 经过了抢救李鸿基 这个大人他被救回来了 但是他的大女儿在加护病房抢救了两个多月之后 还是回天法术啊 我在新竹坚石山区的新的派出所 这一天一早一则新闻吸引了派出所远景的目光 先犯李姓男子还是当众持尖刀 刺杀前妻陈姓女子 甚至掳走六岁大女儿 再开走前妻的黑色轿车逃逸 李鸿基杀妻颅女的新闻震惊社会 新的所的远景当然也会特别留意 毕竟他们的辖区未处监石山区 若是有心人要藏在这里 要找也不容易 凌晨一点多 行热所的远景仍在外仔细巡逻 查找了一整天都没有看见可疑车辆 这一梯次的巡逻班是凌晨零时到两点 在十几分钟就要结束了 正当远景准备返回派出所的时候 一个念头闪过他们脑海 很觉得那天就是突然想说 一定要绕上去看看 新竹监石的120线道 全长约莫四十多公里 派出所的位置约莫在三十五公里处左右 再往上走约六公里 就会来到120线道的尽头 人烟很少 开车往返就要二十多分钟 那个地方其实没什么冷车 连住户都很少 我印象那是一个大转弯 但这一天一个念头 驱使的远景得要上山看看 当巡逻远景快抵达 120线道的尽头时 就在一个弯道 他们看见了一台白色休旅车 就感觉奇怪怎么有一台车 横躺在双线道路的上面 而且那个道路是已经到路的尽头了 那就是传来一台车 横躺在道路上 而且车头前面有装置的 然后我们就下来 奇怪那车子也没有发动 然后用手电筒照下去 整个车窗都是贴满 用那个黑色的塑胶袋 再把它里面再封住 后座那里都包得很密 整个后座的玻璃 我们就用手电筒这样照下去 奇怪刚好一个小洞没有贴到 就一照下去就发现 怎么车上藏着一个大人 跟一个小孩 我心里头就是有一个杀念的 二十日动 我看到那新闻 杀气多指的主线 已经查证 车内的一大一小 就是李鸿基跟女儿小宇 两个人都已经陷入昏迷 得要赶快救人 補充了 小部车窗 开部车窗 我整个都是烧残的烟 我们就评估那个大人 跟小孩的生命真相 发现大人的意识是模糊的 然后双手都还在颤抖 那小朋友的话 他都生意识不轻 生命真相是比较微弱的 微弱的生命迹象 让第一时间赶底现场 救援的救护人员也担忧 尤其是这么小的小孩 那其实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很重要的 救护车赶紧将父女两 送往医院 希望能够从鬼门关前 霸人救回来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他爸爸已经昏迷了 然后手腕绑着红线 跟他那女儿绑在一起 民间习俗好像是说 要把他女儿一起带到印间 是说他希望下辈子投胎之后 他仍然继续做他的女儿 但不止红线 车上还有几个黄色小纸人 上头写了名字 还有诅咒的字句 我记得啦 我记得是这样子 绝对有厉鬼索命 不得好死他 几个纸人上头 写了前妻阿星的名字 还有一个周姓男子 跟王姓女子的姓名 一句句的诅咒字句 看得让人发毛 我们很少办的案件里面 会在有一些小人的房卡会写 厉鬼索命这种东西 我们就感觉就是说 他的怨恨真的很大 玉石巨焚是李鸿基最后做出的选择 被送往医院急救的他 在医师极力抢救下捡回了一命 但是大女儿小宇的状况却不乐观 爸爸现在目前人是清除的 因为益氧化碳中毒的现象 所以目前在做高压氧的治疗 送来的状况是 女儿到急诊的时候 已经心跳停止了 那经过急救以后有心跳恢复 小妹妹因为缺氧很严重 所以病情非常危急 现在在本院的儿科加护病房 我们全力抢救当中 不过预后恐怕不是很乐观 因为吸入过多的益氧化碳 小小的身躯正在努力地 为了生命奋战 看着躺在病榻上的小宇 连专案小组都感到不舍 感觉蛮沮丧 没有办法早一点说找到他 心情蛮糟糕的 那种心情蛮减老的 如果说我们能够 再进一步掌握到他的心中 妹妹也许就可以救得回来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 就是所有参与案件的远禁 每一个人心中的懊悔 那李鸿基呢 看看这个画面 从滚门关前被救回来的他 躺在病床上吃着稀饭 面对专案小组的询问 他是这样回答 我们那时候问他 他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吗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我想看小孩 你看小孩也不是这种方式 你可以说你要争取一下 你的探视前还是怎样 你应该躲的途径是像宝燕 不是说用这种行为 然后他都不回答 他就说你知道你前期一晚上 他也是不回答 他好像就是那种表情就是蛮冷漠的 我就跟他说你这种挤动 大女儿现在就是昏迷风 然后有生命危险 但是他就是很冷漠的 他也不看我们 然后他就躺在那边 他什么话都不讲 一句话都不说 这就是李鸿基的回应 他对前期的怨队究竟从何而来 又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为什么非得要御史俱焚 那是到最后真信的时候 他才说有这个打算 所以要带走小孩子这样 女儿无辜嘛 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